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在看到吴医生的瞬间呢 周明已经是满脸堆笑快步赢了上去 吴老您来了 这位吴医生在整个京城呢很有名气 如果不是他老爹还有点薄面 根本就不能请到 看了周明一眼 吴医生的态度啊 很是潦草 病人在哪啊 之前因为点小事 欠了周天琪个人情 现在全当是还人情了 萧博示意众人往后退 此刻他的心情有点紧张 这位吴医生他也听过呀 平常人的确很难请到的 带着吴医生走到了斯文旁边 周明就站在一旁满脸的期待 他已经期待着等会儿斯文如何感激自己了 斯文的脸色依旧苍白 躺在沙发上没动他 看情况比之前严重了很多 他想要跟这吴医生啊 说句话 但是张了张嘴之后 因为太虚弱 直接又闭上眼了 吴医生的脸色很凝重 不要动 啊 当即开始诊断 一帮警察就站在旁边 大家都屏住呼吸 生怕打扰到吴医生 终于啊 足足过起来得有十多分钟的样子吧 吴医生摇着头站起来了 萧博第一个出声询问 吴医生 怎么样 周明跟其他人也是无比的期待 先天之气不足 没办法呀 这个诊断结果 吴医生的确非常无奈 每个人出生之后 有些东西是注定的 甚至永远都没办法改变 而先天之气这种东西 更是无比玄妙 躺在床上的斯文呢 此刻也听到了吴医生的话 却只能半眯着眼睛 没法动态 从小到大 这毛病一直就伴随着他 林凡医想了很多办法 却连什么原因都不知道 此刻斯文终于得了个答案 却是这种无药可医的结果 周明忍不住再次问吴医生 真的就一点办法没有 他现在想借着这机会 可以侵方则 没救的话那太可惜了 吴医生摇着头 非常认真 咸天之气不足 我之前见过一位病人 几乎想尽了时间所有办法 却还是无药可医呀 房间里的气氛完全沉默了 斯文总算是稍微恢复了一点力气 却还是动不了 不过 说起来的确有其意思 我这次来柳川呢 遇见了个奇人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 本来这吴医生啊 都打算要走了 但是他突然又停下来 回头说了这么一句 周明跟萧博都是眼前一亮 奇人 谁呀 这两个人呢 想治好斯文的原因 各不相同 但是至少此刻 他们迫切的心情是一样的 稍稍停顿一下之后 吴医生轻声说 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啊 他叫李高楼 年纪不大 说完之后 就看周明的眼睛瞪大了 跟火箭鬼似的 李高楼三个字 不停地在他脑海里边回荡 开玩笑吗 李高楼 这个李高楼 一定不是此刻蹲在墙角那个吧 这李高楼 就这名 他还能有重名呢 萧博可没注意到 周明奇怪的样子 只是看着 吴医生就问 李高楼 柳川高中的李高楼 吴医生点了点头 周明彻底绝望了 马上去请李高楼 没想到他居然还会看病 萧博此刻呀 不是觉着惊奇了 而是惊喜了 赶紧跟身边的其他人说着 斯文想要说句话 奈何实在是没那个气力了 只能看着周明 一脸仿佛吃了屎一般难看 朗博丁的一个声音 让房间里大多数人没反应过来 那个啥 不用请了 我就在这儿呢 大家寻着声音朝墙角看去 这才发现那个之前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身影 萧博完全懵了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他来屋子好半天了 居然不知道李高楼就在房间里边呢 就连吴医生也无比的意外 那个晚上跟李高楼分别之后 他就越想越觉着神奇 所以刚刚才会提了那么一句 你说结果天底下啊 你说巧不巧的 他就在这儿呢 周明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 他指着李高楼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看病 他就是个骗子 吴医生却是瞧了他一眼 懒得理会 反而快步走到李高楼身边 态度颇为亲切 跟上次在林家 那可截然不同了 小李先生啊 先天之气不足 有法医吗 说完之后 吴医生也是满脸的热情 啊 我看看吧 李高楼啊 倒是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而是说话的同时 朝斯文走了过去 对于这位女警花 她还是挺有好感 刚刚一个人待在角落的时候 她已经通过生死部看了看 吴医生的诊断确实没错 先天之气不足 这就是斯文的症结所在 身体刚刚完全恢复过来 替斯文解决这麻烦 反噬倒是不太严重 于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李高楼握着斯文的手 声音缓缓响起 这个病啊 我能治 一句话说完 最激动的人反而是吴医生 周明则是一脸阴沉 他没办法相信这件事啊 再加上斯文给这小子本来那就关系比较特殊 更是让他度火再次怒烧 不知小李先生需要怎么做呀 吴医生说话的同时把针都拿出来了 银针啊 众人也都注视着李高楼 想知道他打算怎么做 然而稍微停顿片刻 李高楼摇了摇头 很简单 只要我亲他一下就没事了 一句话说完房间里边诡异的安静下来 下一瞬间周明就暴走了 你放屁 你就是个流氓 哪有这么制人的 你以为你是公子呢 童话的 亲一口就好了 他费尽心思导演了这么一场戏 为的就是获得斯文的好感 结果现在倒好 全都为这小子做了嫁衣了 而且还让自己亲眼看着他亲斯文一下 那还不如杀了我呢 萧博也皱着眉 觉着不可思议 你确定这样就可以治病 反而吴医生沉默着一言不发 那天晚上在林家别墅的时候 他记得非常清楚 李高楼的确是个非常奇怪的家伙 虽然他现在这种救人的办法 的确感觉匪夷所思 其实就是放屁 他却不再会去 一味的质疑了 看了周明一眼 李高楼随口说 先天之气不足 你以为用一般手段就能治好吗 坐进观天的小蛤蟆 事实上啊 之所以这么说 他单纯就是为了气一气周明 对自己来说 要治好斯文的病 实际上只需要在生死部上啊 改一笔的事 不过借着这机会刺激一下周明 很有意思啊 周明眼珠子都红了 盯着李高楼恨不得扑上去掐死他 你他妈才是蛤蟆 我 不行 你不能亲他 斯文不会答应 结果他这话刚说完 斯文无比虚弱的声音响起来了 我 我同意 整个屋子的人面色变得古怪 周明站在原地一张脸都成了猪肝色了 他还想说话 却被吴医生拦住了 小李先生 开始吧 此刻的吴医生可是打着更大的算盘 绝对不能让周明坏了事啊 点了点头 李高楼拿起了手中的铅笔 他低头看着斯文那张完美无瑕的脸 虽然苍白却更多了几分说不出的韵味 李高楼觉得不太好意思 那个对不起了啊 轻轻说了一句 李高楼先是在生死簿上做了修改 然后副身趴在斯文的脸上 轻轻的吻在他脸颊上 不得不说呀 漂亮姑娘亲一口 那感觉真舒服 年少的李高楼同学脸刷一下就红了 而旁边的周明看到这一幕 也清楚的听到自己心里边的声音 哗啥一声 碎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